今天警方公共關係科發了我手上這封信 給四個新聞傳媒協會 告訴他們會改警察通例 在警察通例傳媒代表的定義中 剔除了記者協會和少典記者協會會員證的身份 即是不再承認他們可以在示威現場作為傳媒代表 我認為這個做法是變相的警察發牌制度去規管傳媒的工作 而這個做法是進一步侵害香港的新聞自由 進一步妨礙記者在前線的採訪工作的 今次的做法正正就是一個變相的發牌制度 而這個變相的發牌制度甚至沒有經過任何公眾的討論 也不是任何政策局的牽頭 也沒有諮詢過傳媒業界這樣去做的 由一個警察的部門 一個公共關係科裡面甚至不是傳媒的人員 不是傳媒的身份去發出一個發牌和指引 其實那個做法是不合理的 當然是由行外人去管行內人 將香港變成一個警察的城市 將香港變成一個警察的城市